香港政府为了压制不断飙涨的房价 计划要向空置的房屋额外征税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风暴 以及实施量宽政策之后 香港的房价持续飙升 尽管香港政府采取增加税收 房屋交易税等措施 也还是无法让楼价下降 目前香港一间约14平的房子 售价高达港币500至600万元 相当于美金六七十万 一般家庭难以负担 香港房价贵得可怕 也被视为是导致年轻人不满社会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 市场有人质疑房地产发展商囤房 把新落成的房屋代价而沽 对此香港行政会议昨天已经通过实施相关措施的决议 将针对空置一年以上还没有进行过交易的新房屋 征收额外税款 可能高达房价的5% 政府出招希望促使更多房屋推向市场出售 进而压制房价 不过也引发大部分的房地产发展商的反对声浪 因为他们如果不能在期限内出售新落成的房屋 不但要额外缴税 如果房价下跌 又得承担另一重风险 目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尚未公布相关决定 市场对于政府寄出的空置税 能否有效压制房价 看法也不尽相同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陈凯婷 整理报道